立新郵輪旗艦號處女新號 為菲律賓臺灣香港航線 舉行首航儀式 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表示 代表處和高雄港務局合作 簡化非人赴臺簽證的手續 讓菲律賓人民可以到高雄旅遊觀光 並且為南臺灣的觀光產業 帶來新的賞機 在立新郵輪高級副總裁吳明發 以及業務部副總裁 劉曉寧熱烈歡迎下 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 以及菲律賓總統府文官長梅迪爾迪亞 菲律賓觀光部長蒂佑 都登上了停泊在馬尼拉十五號碼頭的 處女新號 處女新號是全球第三大郵輪公司 立新郵輪旗下六艘現代化郵輪之一 全長兩百六十八公尺 總層數十三層 客房數九百三十五間 在客數將近一千九百人 總排水量七點五萬噸 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表示 處女新號從三月十九號到五月二十五號期間 將以馬尼拉作為母港 啟動馬尼拉 老沃 高雄以及香港航線 有助促進台飛人民往來 並為南台灣觀光產業帶來新上級 在新南向政策的號召之下 菲律賓各界也非常的支持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菲律賓的觀光部門 還有交通部門以及立新郵輪還有本處 大家都共同地為了增進中華民國台灣 和菲律賓的人民跟人民之間 雙向的交流的關係 踏出了一大步 走進船艙內映入眼簾的是中庭挑高壯觀 樓梯富麗堂皇 熱鬧的樂團在大廳迎接並客 以及精采的舞蹈與雜技表演 讓登船的貴賓大開眼界 乘客可享受十五間酒吧 以及餐廳供應的美酒佳肴 內部的立都劇院 有亞洲著名演員演出精采音樂劇 也有一百公尺巨型滑水道 以及專為兒童設計的溼水池 鼎鼎尾聲馬尼拉港口管理局 與立新郵輪雙方高層 也在梅迪爾迪亞與蒂佑等人見證下 簽署一份合作備忘錄 對於這條航線能否創造多營 大家都抱持樂觀態度 台灣紅領事文詠勳 菲律賓馬尼拉採訪報導 很久仍然在錄製実行中 對於這條航線的玩具 是最終告的 不早就有消耗 lt偶口 對於像電陽 做到消耗 因此